好了 愿他们幸福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在一起两年多了 自从他找到工作以后 能挣点钱 就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对我呢 也越来越不好 我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有时候吧 他给我记得太多了 我把挣了钱给自个儿多花点 这也不代表我不爱他 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现在敢明目张胆地骗我 还在外面跟别的小女孩搞暧昧 我已经道歉过好几次了 但事情并不是像他想了那样 我希望他别志气了 再原谅我一次 我觉得我对他付出特别多 但他却总是伤害我 我讨厌他的变化 他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了 是你变得陌生了 还是我们的感情变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李22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色相 女嘉宾小王22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好 欢迎两位 怎么招人家的 我就是挺喜欢他的 然后也是因为有时候 工作压力比较大 可能是两人之间感觉 他觉得我变了 大学同学是吧 对对对 一个专业 不是 我是学摄影的 他是学不认主持的 怎么好上的 那会是我们同学也是聚会 然后我觉得挺好看的 还长得挺乖巧的 然后就激发起了我这个 男性的这个保护的欲望 那是大几时候的事啊 大二的时候的事 这不是谈了两年 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了 小姑娘 就是我们大四的时候 要实习了 他有一个恩师 就是说让他 有形态一个挺好的机会 让他去形态工作 挺好吗 但是他说 让我跟他一起去 我去了之后 就让他父母给我找一个 就是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但是去了之后 就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找了一个 前台的工作 就对我的专业 就是没有一点相关的 干了没几天就辞职了 但其实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就是 他自打挣了钱以后 他就很飘飘然 有点自以为是 我就觉得 跟我们上学的时候不一样 而且他还欺骗我 怎么自以为是 怎么欺骗的 他就是自打挣了钱 经常跟哥们出去喝大酒 每天都要喝得很晚 他一管我就是说 你今天喝酒 不能超过三瓶 然后要不就是说 今晚十点之前 就必须回家 不回家就不行 我就觉得管的 确实是稍微有点牙了 你像就是有时候 现在已经工作了嘛 然后就是跟同事一块出去 一些喝酒聚会啥的 必须得就是说 那个跟他们在一块 就是时间多长点 有时候同事过生日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说 也是不能允许 十点之前必须回家 我管他 他总是明面上是听的 但是他就是会频繁地出差 他出差的时候 有一次我发现 他兜里有一个 酒吧的打火机 我就很怀疑 我就开始查他的手机 我发现他跟我说 出差都是去酒吧 结果还认识了一个女孩 跟人家女孩聊微信 特别的暧昧 出没出差 出差了 然后出过 就是骗过他是两次 就是但是 确实是没有做别的事 然后是跟同事们一块 就是出去吃饭去的 因为他平时管的 我就比较严 然后呢 因为那会儿 正好是同事过生日 有没有跟酒吧的女生 搞爱的那样 那会儿是在酒吧的时候 然后也是就是说 一个同事 然后他带着他的那个 那些玩比较好的 那些女同伴之类的 然后正好我看到 那个女孩长得 也挺好看的 想就是做我的模特 然后拍几张照片 帮我宣传一下 受不了了 我是受不了期待的 除此之外 这小子怎么样 很自大 而且他挣了钱之后 他花钱很大手 他之前就是答应过我 第一桶金 说给我买一个香水啊 或者是什么的 不是说我特别想要 他这个香水 我是想要他那个心 他承诺我的工作 和他承诺我的这件事 他都没有做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也是上学嘛 挣不了多少钱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恩师 然后就介绍我来 现在工作了 然后确实是 现在还行 然后挣的 也是够自己花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现在自个儿挣了钱 就想给自个儿 就是买点衣服呀 手串之类的这些东西 有一次我用他银行卡 给我的购物车 也就一千多块钱 就清了一下 他回来就跟我急了 把银行卡密码也改了 我就觉得他跟我 分得特别清楚 但以前从来不会 就是说他就是 用我银行卡 直接就刷了 连说都没跟我说一声 我说你要跟我说一声的话 我肯定会让你去刷的 对不对 你说你的这一点 在于他没打招呼 是吧 对 我觉得我为他付出了很多 花他一千块钱 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会那样 就跟你他差距真的特别大 变了呗 你又改变吗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那样 你现在已经回老家了 是吧 对 不在一起了 他一月之前回去了 对 所以你来又追他是吧 我就想把他就追回来 他就是说不给我花钱这个 其实也就算了 他还跟我借钱买车 这我很接受不了 最后也没有借我 然后我还是自己买了 我是觉得就是说 哪来的钱呢 自己挣了一点 然后又从我家里要了一点 他就因为我没有借他这个钱 他就觉得我是该他的 还是欠他的 就对我特别的小气 特别利涩 前几次 刚车刚买的时候 我说你送我去上班 不行 就连下雨天 下暴雨 同事的男朋友 都有人来接 就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挤翻推脱 我就特别生气 因为我是比较了解他的 我就觉得他真的 就是纯粹地找理由 等我回到家 我发现他真的 他车就在楼里 他就是没有来接我 说这车事 我就特别 特别上火 是因为就是那天确实是 我那天出了摄像之后 就特别累了 我说你那个 自己打车回来一下吧 然后我到楼下 我去接你 但是呢 他直接把我电话就挂了 直接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到外面就把车给砸了 砸车呀 我就是砸了一下 他那个机动车盖 没有说多严重 行 就这点事啊 而且他就是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 他就跟个小雨一样 就天天粘着我 结果到了星台工作以后 不忙的时候 他也要窝在工作室 窝在工作室 跟他的哥们一起打游戏 他甚至让他的哥们来陪我 你不怕引狼入室啊 怎么想的 就是我有时候会出去 就是周日周日 也会接一些婚礼啥的 我就说让我最好的哥们 带着他一块去玩去 结果呢 有一次 然后我一个朋友喝多了 然后就跟我说 说我这个哥们喜欢他 就是要追他 然后我觉得 就是挺没面的 也就是觉得挺那个 挺伤心的也是 可是那你哥们喜欢我 那是你哥们单方面的 那你干嘛要回去发脾气 你干嘛要摔东西啊 那问题是那没有我的事 那是他哥们单方面的 而且他怎么不想想 自己跟女孩搞暧昧的时候呢 后来呢 后来他还要动手的感觉 跟你动手还是跟他哥们 是跟你动手还是跟他哥们 跟我但是他没有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说 我就是挺丑他的 然后就是因为这事 我确实是挺生气的也是 然后 你当时这个找你哥们的时候 你就没想到你哥们和他能好啊 我哥们那会儿还有女朋友 就是 我没想过这一点 就你哥们也不陪他女朋友 陪你女朋友这算哪一出呢 就是我哥们那会儿是 那会儿是有女朋友 然后呢 他们一开始是在一块儿玩的 就过了时间之后 他们就给分手了 那你现在跟你的哥们 还往来吗 就断了都已经 就因为这事 所以你回家了是吗 我就种种事 我就觉得我们就 不是以前的我们 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变了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从之前的学校 然后到了这个社会上去工作 可能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去陪他的 因为有时候就是想 就是多挣一点钱 然后多学习学习 多接触一些那个人和事的 你这次来是真的想挽回他呢 还是说走一行事啊 我确实真的挺想挽回他的 女生今天来 是要把事说清楚是吧 确实也不想跟他好了是吧 在游游游游的吧 游游游游 但是在你的描述里 他可能人品不好 按你的描述对吧 欺骗 他的欺骗 其实我觉得就是 他挣钱之后 他真的是 膨胀 是吧 那他以后钱可能会越挣越多呀 但是他没有设身处地的 所以你犹豫在哪呢 觉得没有那么在乎了 就是他以前对我和现在对我 就变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以后 还会不会像 很担心的是吧 那现在回到家乡找到工作了吗 我现在是在家乡做助教 你去吧 要不然 我去的话 然后我又会 就是说 就是放弃老师 我的老师跟我的这些工作之类的 你父母知道这个女生吗 见了一遍 然后就吃了顿饭 对 喜欢她吗 就我妈跟我说说 就长得挺可爱的 然后就让我好好对人也挺好的 对 那你母亲知道 她现在从形态已经跑走了吗 跑回家了 就没敢跟她说呢 行吧 刘游游游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男生是吧 女生就更犹豫了对吧 但是有一点点不舍得 是不是 如果 生活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研判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界 我会看起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